我是邵康 歡迎你來到TVBS邵康站 請示範民主持長特別來賓 楊永明副部長 張宏祿委員 陳鳳馨小姐 鄭政前委員 李永平前副市長 李明賢議員 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說 台海如果發生衝突 美國會做好準備 但是做好準備是什麼準備沒講 就告訴你我做好準備了 像我們跟你講說你小心 你不要惹我 你小心 你小心 怎麼小心 是怎樣 我要出什麼拳 打你 或是怎樣 沒講 另外環太平洋現在在軍演 TVBS派了一個採訪團隊去 26個國家 非常上刀 我就問我說他們是真的 歡迎這些記者去還是這樣 他們說真的 我說怎麼這樣 他說可以上航空母艦 去摸那個飛機這樣 就可以摸到飛機 就表示是真的 不是遠遠的看 可以上軍艦去摸飛機 表示是真的 我們看一下 美國海軍魚鷹式輕轉懸役機 在維修機庫前熱機測試 發動機製造出高頻噪音 隔壁空軍弟兄則在靜靜待命 像我旁邊這一架 就是空軍的MQ-9A死神無人機 而在更旁邊則是海軍的 MV-22輕轉式懸役機 而今天光是我們在 美軍的陸戰隊基地裡面 就可以看到包括加拿大 日本韓國以及美國海軍空軍 各式各樣的軍種國家不同的軍機 這樣的豪華陣容可不是天天都能看到 環太軍演準備進入實彈驗證階段 美軍飛官透露 重頭戲即將登場 國軍不少美系軍武 性能其實不差 甚至能與世界先進國家接軌 然而聯合作戰效能 卻一向是國軍的弱點 雖然現階段台灣人無緣參與國際軍演 但若能在此之前積極強化自身能力 在機會來臨時才能牢牢抓緊 我們想怎麼看這次的環太軍演 我們又沒被邀請到底怎樣 但是我們的記者有趣 算不算代表了 很像呢 不算 他摸到了那個飛機了 也算是台灣人的代表 但是黃太軍演這次總共26國家 25000人參與 然後當然這個數字都很龐大 都是前所未有的 幾個訊息 第一個大家都知道 其實美國現在的軍力的部署 戰略的這種部署 其實都是在針對 中國大陸的軍事的發展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還這麼多國家去參加 一方面這個是有相當的歷史 從70年代的就是開始 每兩年一次 所以這有一定的歷史 第二方面他的演習也很多的 不同的層面 其實有一些事實上是在做整合 或者是說在做一些基本的演練 有一些國家並不是說真的是 為了要參與到美國的反中集團 或者是抗中集團來參與這個演習 這個可能不會有這樣誤解 可是這些國家都知道 美國還是有這樣子的情況 也就反過來表示說 這些國家也某種程度 對於中國大陸這幾年的軍事發展 是有在心頭上有一些認知的 對於美國長久在這個區域的演習的參與 維持一定的穩定 這些國家當然也有這樣認知 第二個就是你看到 他來的這個國家 這個才北約峰會不是剛結束嗎 日本 韓國 澳洲 紐西蘭都去了 然後那個新的戰略概念的文件 也提到了中國大陸 那這一次英國 法國 德國的 這些軍艦也就來了 當然也都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代表的某種程度 美國的軍事盟邦的整合 已經在就是至少軍事演習上 在持續會加強 第三個重點是 日本的參與這次的層次很高 不是因為安倍被刺出來派的 機程就去了 日本的參與這個 我們今天另外一則新聞提到的 就是F-35 F-35B 那是垂直起降的 然後他在去年就 艦船 海軍用的 對 他在去年美國的演習當中 就特地的在F-35 日本的一艘直艦機的載具艦 其實就輕航母了 然後把甲板改裝之後 這個直升機起降跟戰機起降 還是不一樣的 儘管就是說是垂直起降 去年測試 OK 所以他現在四個直升機在巨艦 就是四艘輕航母都要改變 這個改裝了之後 大概都可以停靠 六到十二架不等的F-35B 現在F-35B全世界已經有九個國家 應該要再加一個土耳其 因為這一次的芬蘭瑞典事件 加入北約 美國要退讓 要讓F-35B 是不是考慮進入到土耳其 但是這個不確定 因此我們剛剛講到F-35B的話 其實我們被拒絕了20年對不對 2002年 不過那個時候2002年提出來還滿有遠見 因為這個 剛有 路克希馬丁他其實2001年才得標 然後2002年提出來 那個時候得標就有說要做垂直起降 可是實際上他的首飛 大概是2006 而F-35B的服役是2015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第五代戰機的發展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美國一直拒絕 早期當年因為還不成熟 那個時候也大概我在想 可能會擔心說兩岸的情勢有變好 一個是在陳水扁時期的時候 中美的關係變好 因為那個時候要再打反控戰爭 第二個就是到了馬英九時期的時候 兩岸的關係變好 所以這種美國最先進的飛機 如果賣給台灣他會擔心 那個時候連日本的一些學者 都在擔心說 是不是這個最高的機密 會被中國大陸拿去 但這是一個說法 到後來是因為說 你台灣擁有的話 你這個起降等等 會被對方偵查到 我覺得這是個表面理由 到這幾年其實關鍵就是 他對台灣的整個戰術的改變 走向不對稱 因為一架飛機很貴 一架F-35B大概要1億美金 最便宜的F-35A 也要將近8千萬美金 如果我們真的買100架 那還得了 但是現在經過20年 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表示說 這個案子當然已經死掉了 可是到底對台灣的滯空 以及對台灣的防海 海防到底美國有什麼樣的策略 我們也看不到 然後當然環太平洋 也不讓台灣參加 如果很清楚 讓台灣參加 那就是辭定無益300兩 就等於是司馬道之心 當然都知道 本來就是針對中國 現在如果台灣還能參加的話 別的國家就嚇得不敢來了 很有可能這樣 基本上就是說 他在艦上起飛的好處 它可以跑比較遠 因為你飛機 戰鬥機 它的航程是有限 萬一我們機器都被炸了以後 我們就考慮說 在高速公路上起降 如果船上能夠起降 就可以把分散一點風險 另外老美現在的 不對陣戰爭的概念是 你所有這些什麼 攻擊性的飛機 甚至潛艦都不要 沒有用 人家兩下把你炸光了 所以你要的是那種防禦的 能夠把它打下來的 而不是你會被它打下來的 所以老美這幾年的觀念整個改變 是幫美國買時間拖時間的 對啦 就是整個改變 那我們願不願意接受 其實軍方有兩種不同的聲音在爭辯 我們想買F35B買不到 到底怎麼 我們看一下 去年10月美方的F35B成功驗證起降 日本出運號 這可是我們很想買的戰機 TVBS在夏威夷基地也拍到它停放在 林肯號的飛行甲板上 今年還泰日本派出運號 因此這科目有無可能再來一次 外界期待 只是現在台灣20年前 向美國求購100架F35的公文 也首度曝光 旅台美國記者揭露 2002年我國空軍透過駐美代表處 向美方表示希望加入垂直起降的 聯合攻擊戰機計畫 這裡說的就是F35 想採購100架 更解釋台灣面臨中共軍事現代化 和導彈威脅 急需能垂直或短距離起降的戰機 因為現役戰機根本無法 還強調我國國防政策著名 我們不會向中共發起手工 但顯然美方決定不賣 以前不行 未來行不行呢 外船空軍已向所公府提出 下一代主力戰機評估報告 也與美方探尋各種可能性 現在F35的產線 由於美國更改 就是取消對土耳其的出售 所以這個F35的產線 就出現了這個余裕 也許就是可以讓台灣 就提早獲得F35 日本南韓新加坡都取得F35 美國賣不賣給我們 很講求天使 地利人和 好 那麼有專家講了 說這個大陸已經完全控制天空了 那什麼意思 我們都不能反制嗎 來 政委 我在想說大陸完全控制台灣天空 這說法可能未必那麼真實 因為他最主要是在講說 共軍老台 當時台灣這邊公布的 都集中在西南角 事實上 這邊有另外一個圖 事實上是 整個台灣確實不管是飛機 或者是艦艇 確實被整個大陸 其實是整個圍繞的 只是說這樣的狀態 是不是就表示整個 大陸控制台灣的空 我覺得這個說法 可能推論有一點過 因為我相信我們國家的空軍 其實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力在 不過我覺得在這個 環太平洋的軍演這邊的時候 我覺得我看到一個點 倒是也很有趣 就是說因為原本就是 美國國會在2021年的 12月的時候 他有通過一個2022年 就是國防授權法案 其實是建議說 可以邀請台灣參加 可是事實上 他們並沒有這麼做 所以今年的這個 環太平洋的軍演當中 是沒有台灣 那這理由其實有很多 其中有一個理由 其實是因為很多參與的國家 他們擔心台灣參與之後的時候 會表示我們跟 他們跟大陸是對著幹 這個是讓他們 其實也非常遲疑的一個點 所以在這樣 其他參與國家當中的 一個態度之下說 美國其實也沒有邀請台灣與會 F35B這個部分 其實我後來也調了一下 就是在2002年5月23號的一個公文 就是美國他們的專家提出的公文 就是說我們在美國的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所發給AIT的一個文 這裡面確實寫得非常地清楚 這個LI當中 其實確實寫得非常地清楚 可是因為時間過了 美國確實也沒有提供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軍售 不過我看到了一個在2020年當中的時候 美國的前國防部副部長 他曾經投書 他說是不是有可能 用出租的方式給台灣 出租F35的方式給台灣 我在想說 如果說現在台灣要買F35 比起很難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在現在就開始派 相關的空軍的建額 能夠到美國去受訓 那也許到時候 如果真的有機會要用到的時候 那時候也許用出租的方式 不是用軍售 因為這是一個 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 他所提出來的一個建議 那是不是有可能 我們如果說先有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技能 例如說先訓練 對 先訓練 不過我覺得他出租跟賣國 他沒有賣給你之前 他不會訓練你的 他出租跟賣其實意思一樣 一樣的意思 如果說老公會把技術拿去 這樣會 因為你剛剛提到 剛剛也提到說 2002年那是陳水扁執政 陳水扁執政的時候 麻煩製造者 然後怎麼賣給台灣這種武器 不會的 所以那個時候 你陳水扁在那個時候要買 不可能賣的了 後來情況又改變了 我覺得剛剛有名兄講的 後來台灣跟美國 跟大陸關係改善 老美肯定不想賣 現在老美戰略也改變了 要你做不對稱戰爭 也不想賣 所以時過境遷 美國的態度在變 一再變 一再變 所以現在看起來 也沒有說 因為當時陳水扁不賣 現在就賣 現在跟蔡英文很好 他還是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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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女子 因為他還是不賣 他應該也不賣 是 可以 這位 我還是不賣 不管